英國Sky News的記者被困在烏克蘭的首都吉府的車陣中 拍下著搶著離境的車潮 不止馬路就連吉府的超市和藥店都大排長龍 端親無法離開的民眾趕緊囤積民生必需品 而市區的加油站汽車也排了長長的隊伍 空域暫停後民眾只好借由陸路逃往鄰近國家 至於吉府的機場仍有一對因為班機取消而受困的人 他們連要去何處都沒頭緒 而已經逃離到波蘭邊界的烏克蘭母親 則急著找尋害在烏克蘭的孩子 烏克蘭的危急局勢讓奧斯卡影帝西安潘對此戰爭高度關注 直接前往烏克蘭拍攝紀錄片 希望藉由自身的力量記錄並向世界傳達戰爭的真實面 這是一個國家 你也知道非常好 我們希望會不會發生的激烈風險 烏克蘭總統府還在IG的現實動態上 感謝CN潘是親臨現場支持烏克蘭的人士 展現出的勇氣是許多西方政治人物在內所缺乏的 TVB新聞柯勝雄 陳向如 綜合報導 掌握全球情勢 國際新聞 全新選擇 YT頻道 TVBS國際Plus 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還會把主要翻途 極境有趣的